院長辛苦了 我們想昨天在指揮中心 記者會上面宣布 我們國家徵用的口罩 還有口罩禁止出口的這個政策 會從原本的四月延長到六月底 那我們回想當初 二月份的時候 院長我們禁止出口這些口罩 那外界有很多的質疑 甚至還有很多的人身攻擊 其實當時候我們看得非常的心疼 但是從結果論來看 這些都是對的 這是我們可以超前部署的一個重要的措施 所以在這裡 議長還有我們的官員 我們走對的路 有的時候 偶爾比較困難 比較孤單 但是 我們都用溫暖來化解歧見 那你的決定讓台灣幸福 你的決定讓台灣溫暖 這邊跟院長說聲謝謝 辛苦了 今天在這裡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環保署 又一個人接受這個檢驗 那現在啟動這個居家上班 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署長 還有我們的院長 是不是可以快速跟我們回應一下 像學校有兩個人就是停課 那現在政府部門已經有居家上班 甚至分流工作 可不可以再跟我們確認一次 遇到怎樣的狀況會停下來 遇到怎樣的狀況 這個我們的直接的應對是什麼 是 謝謝委員的關係 我想這兩個是一個不分開的例子 第一個是他去參加旅遊 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個過程 我們也處理 他也過了隔離期 現在也康復了 每一個已經出院 自主管理 對 昨天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因為這個過程 我們就加強了很多防疫的措施 所以同仁的意識也很高 所以這個同仁昨天來的時候呢 他認為 自認為是扁條線發炎 可能前天吹到風 但是我們同仁很小心 就請他說還是去醫院看一下 那麼醫師也很謹慎 就請他說那就做一個採檢 我知道 那我現在問的是 如果現在的啟動的機制是什麼 我們就是讓他們自己在居家上班而已嘛 對不對 我想我們其實這個是超前部署 他只是去檢驗而已 他並不是確診 但是我們就把他中邊的同仁 可能有接觸的就請他先居家上班 那我們預先做一個阻隔 就避免說萬一他確診 再來做又來不及 所以其實只是超前部署 所以我們的狀況就是 只要有可能接觸過的 做疫調之後 就先把他隔離 讓他居家上班 因為我們本來就建立了居家上班的制度 所以我們就請這些同仁 那就優先他去居家上班 好 我相對應的部分 我還是期待我們的行政單位 應該要更清準更清楚 然後讓民間也可以去follow 因為我發現很多民間 都已經啟動這個居家上班 但是我覺得台灣有一點做的 還是不如新加坡 不如其他國家 因為台灣跟其他國家 我們看這個用手機的定位去對照的話 我們在家工作的時間的長度 還是不夠的 那相對應的這些機制 希望能夠再重新一體的發佈好不好 是我想我們居家上班也 他都必須要照規定打卡等等 我們都可以直接上網來做 那接下來我要請教的是院長 就是說我們看一下我們的PowerPoint 就是其實在整個疫情影響之下 在美國他們說是911加金融海嘯 外加SARS的這個影響 那經濟影響非常大 那我知道外界常常會把紓困 讓振興跟紓困把它全部繳在一起 那今天我們要先討論的是紓困的部分 那想請教一下院長 我們看到勞工弱勢政府停 那津貼補助直接領 我們事實上是有在發一些津貼 也有發一些現金的 但是外界不斷的去做很多的繳禍 甚至是讓一些消息不正確 但是勞工最在乎的是 他們什麼時候領得到 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 他有錢在他帳戶裡面 可以有相對應的錢可以做支配 想請教一下院長 我們上訴的這些 bonus 這些津貼到底如何申請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到位 他們帳戶裡面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錢 我是要求雨露金瞻立堪見影 那至於相關的做法跟什麼說 那我請部長給你報告 報告委員 像我們現在紓困2.0 我們有300億是針對我們這些 無一定雇主還有這個 這個自營作業者的勞工 我們給他現金的一個補貼 一個月1億萬是3萬塊 那我們是一次發 那這個預算只要過 他們直接向職業工會申請 那會整過來明測 OK我們就錢就報到 外界現在在 一定是看得到一定 對什麼時候現在可以發出去的 或是這一兩個禮拜內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在喊苦了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迅速的讓他們到位 勞工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領得到 這個申請流程多久多短 然後什麼時候 報告委員 就是那個要等預算過 預算過以後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要讓勞工儘快能夠拿到這筆錢 所以我們是委由全國的職業工會 因為他們都是在職業工會加報 他直接向他的職業工會申請 然後照冊過來 那我們就會整之後 我們就會直接撥到他的帳戶 我們就是預算過後就是盡快來 那我們原先的這些紓困的預算 原先的部分像充電在出發 目前有在上課的這些勞工 那我們通常就是要上課一個月 那我們就會合發給他 所以那包括安心那個薪資補貼也是 他只要有 我們能夠了解到他薪資差額 那我們就會撥到他帳戶去 所以充電在出發也要安心計畫 現在都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勞工有領到了 那如果說我們預計禮拜五可以順利通過 我們要新增的這些預算 那他們多久可以領得到 如果禮拜五我們時間提成 禮拜五順利通過的話 到公告到這些之後 禮拜五是條例過吧 那之後還要預算 還要預算要通過 那所以我們預計期程是什麼時候 我們期待的期程 這樣委員 這相關貴院已經通過預算 那現在我們還有再追加預算更多 那相關預算通過部分 已經有的陸陸續續都在發了 那現在特別條例請貴院進書通過 追加的特別的預算也再儘快通過 那行政作業先行 那等一通過馬上就發 那一通過 那我們希望是什麼時候呢 不是要貴院預算也通過 那行政作業先行 那行政作業希望什麼時候 先做 先作業 然後只要預算也通過 馬上補助到位對不對 是這樣子嗎 這是我們有的共識 所以我們現在給外界的承諾 就是相關的補助 我們行政作業先行 只要預算也通過 馬上前就到位對不對 這是我們這樣子講法 是否正確精準 這樣子是對的嘛對不對 就是競速到位 競速到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的是 紓困獎 我們要講振興的部分 在這邊還是要 我們要外界部分的人 一直把紓困跟振興 振興跟振興 全部繞在一起 我們有提出相對應的一些計畫 比如說是振興的抵用券 那試用的時間 我們都知道 應該等疫情緩和之後 那預計半年到一年 那我跟院長請教 就教的是 我們這些所謂的振興抵用券 決定啟動我們的這些相關的 振興的措施 要什麼時候哪些條件滿足了 我們就會啟動這些振興的作為 現在我不是討論時間 而是討論哪些條件滿足後 像是疫情緩和後 還是哪些條件 是不是就教一下院長 這個委員 我們相關紓困跟振興 其實這整個都是一起做的啦 那各部會業館的項目很多 我不能就哪一個哪一個 哪一個什麼條件 我沒有辦法記那麼細 不過我的原則就是希望 各部位就受到衝擊的產業 都要以路徑瞻 都要立官見盈 那相關越快越好 那有一些是直接花現金的 那有一些是正心要讓它能夠帶動經濟 不是替代力那麼高 因為過去發消費券的時候 被監察院糾正 說哪一些替代力高 經濟效果不明顯 那這一些相關的 我們都有建議上次 比較沒有那麼大效果 這一次用相關抵用券 希望能帶動更大效果 是這樣 那我要請教的是 我們什麼時候 或是什麼樣的條件 滿足之後 會開始發我們的正心抵用券 有一些是 現在我們都要求民眾 還要保持距離 社交距離 還要減少出門 不要到 擁集群眾過多的長河 跟我們抵用這件事 希望刺激消費 擴大內需 這兩個是有矛盾的 所以還是要等疫情稍微緩和 這個才能端上 所以我們等疫情相對緩和之後 這些正心比方說 所以現在我們實在是戰戰兢兢 因為看起來 我們已經鎖住第一波 連歐美回來這個第二波 我們看起來現在已經趨緩了 但是我們不敢講 萬一怎樣 所以我們是戰戰兢兢 如果這個都能過 那真的 也許很快就能到來 很快 不過不敢講 但是人家說 人家成功 成功一個手段 所以也很緊張 但緊盯著緊盯著 所以本來衛福部指揮官陳時中還說 關鍵是禮拜天 他說 再加一禮拜 再看起來 真的 外國那麼緊張 疫情那麼嚴峻 台灣相對 當然比較穩定 但我們一點都不敢大意 好 那我請教一下 那所以我直接獲得的訊息 當我們開始發正心底用券的時候 表示我們疫情已經完全是緩和下來的 這是台灣的經濟的春天 又要再度來臨 這是一個重大的指標對不對 疫情一緩和 我們恨不得趕快刺激資金消費 我請教一下 疫情緩和有哪些特徵 哪些參數或指標 我們要怎麼觀察 我不是專家 但我都挺專家的 但是你對我來說就是專家 你看現在全國都注意在看 所以一看到說 這個好像一直數字都控制在這樣數字 所以已經有醫生有專家有教授出來說 已經可以怎樣了 我們都說還在穩住一點 所以有一些已經在喊了 但我們都覺得還不要還在穩住一點 好 請教因為 院長我覺得你是先知啦 口罩知道要先把他抖起來 台灣人先贏齁 這真好 所以我還是要問 這個要特別感謝 真的是國人同胞 大家有議題啦 我要問的就是 哪些依據哪些條件滿足 就是表示我們可以開始用正心理用券 疫情相對緩和 我們的參考的基準點是什麼 我們現在都定出各種相關的規範 也做了相當的準備 所以連預算連編列連底用鍵等等 各部會業管項目都在做 那就是要看這個疫情的情況 現在疫情誰也不敢講 所以感染數越來越低 我們就會開始啟動這些相關的 一直在期待 好 了解 來接下來幫政府抓漏一下 來請看我的這個PowerPoint 來這個是3月13號 欸對不起 那個3月13號 我們有一個民眾 從杜拜返國 那隔了5天之後 3月18 指揮中心要求要追溯 這樣子已經隔了5、6天了 接下來18號追溯 20號來通知當事人 那一路到23號 手機的監控系統才正式設定完成 一定喔 這個有疑慮的 我們也知道很多隔離的 Total才14天而已 但是從說要追溯 一路到手機定位 10天已經過去囉 那在這裡因為我們沒有做相對應的行政作為 在這10天沒有行政作為 他基本上就在家裡玩10天了 請問一下院長會不會覺得這樣太慢啊 這一次喔 委員 你看這一次疫情喔 其實中間也有好幾種變化 對 比如原來我們都有什麼性 我幫你報告一下 我們雖然有手機定位 但是他的鄰居發現他在家裡面 在游泳池啦 看得到他啦 在健身房也看得到他啦 還去交花 還去拿外送食物 其實這些在住宅 我覺得在都會區很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那我們的手機定位又不夠精準 這些該怎麼解決 一是太慢的問題 二是手機定位不精準的問題 這些該怎麼解決 畢竟還真的是有害群芝麻 我們就發現他在自己的大陸裡面 跑來跑去玩得很開心 到處串門子 但是我們的住戶也不知道 他在隔離中 是到很後來才知道 民眾真的很煩惱很怕 這要怎麼解決 兩個 時辰 還有他在家裡面亂這個手機定位 該怎麼解決 好 謝謝